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 针对华为5G项目瑞典对其实行制裁、打压 拆除华为5G基站、限制华为5G设备 并对华为实行5G技术垄断等 来而不枉非离也 为了反制瑞典运营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华为尝试驳回瑞典的5G资格 10月10日瑞典行政法院宣布 允许华为就该国5G禁令提出上诉 很显然华为已揪助瑞典不放 如果华为在瑞典起诉封杀禁令成功 那么欧洲国家很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此前2020年10月 瑞典以安全为由正式宣布禁止了华为和中兴参与其5G网络建设 华为一直就不服 一直在用法律的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 接着2021年6月 瑞典行政法庭宣布 华为控诉瑞典国家邮政电信局败诉 这件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了 瑞典运营商洋洋得意 本着制裁你还在你的市场捞金的想法 瑞典的爱立信不仅拿到了来自中国市场的订单 还对华为继续实行制裁限制 但让瑞典运营商没有想到的是 华为并没有因为这次的败诉放弃掉对瑞典5G的反制 而是欲战欲勇将其上诉到了瑞典上诉法院 10月2日 瑞典当地媒体消息 华为律师就华为起诉瑞典失败一事发生 瑞典法院对华为的判定存在几个重大错误 其中一点尤为明显 瑞典法院在没有对案件进行详细了解分析的情况下 便接受了瑞典有关部门的五段揣测 并没有做到公平公正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瑞典行政法院在对华为上诉瑞典邮政 瑞典电信局这一案件进行判决的过程中 存在第三方的强行干预 第三方是谁呢 瑞典国安局 华为律师在新闻稿中表示 这意味着PTS受到了外界影响 没有做出任何的独立决定 该律师表示瑞典上诉法院应该批准华为的上诉 他还说到从法律程序方面看 PTS的决定违反了瑞典法律和欧盟法律 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即在没有完全听取华为的所有论点的前提下 做出的不公平裁决 首先 既然瑞典认为自己讲法律 那么华为就采用法律的手段 推翻瑞典通信主管部门封杀的禁令 其次 瑞典是封禁华为5G的一个标杆 如果扳倒了瑞典 逼得瑞典撤销禁令 那么对其他国家很可能就有示范效应 之前瑞典选择不与华为合作 是继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之后 又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国家 拒绝了华为的5G 瑞典的态度 首先容易对加拿大产生影响 加拿大10月初表示 将在未来几周决定是否允许华为公司 参与加拿大下一代5G网络建设 这将决定华为是否会再次被大国挤出市场 加拿大对华为的态度要比瑞典好多了 如果华为在瑞典都能翻盘 那么加拿大就没话可说了 当然 瑞典通信主管部门还可能故意把此事推到更高层面 即瑞典行政法院也可能要求欧洲法院做出初步裁决 瑞典如今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万万没想到 华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 竟然会这么硬气 外媒表示 瑞典若想挽回败局 或许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向华为等中企做出道歉 并重新举行一场公平 公正 公开的5G频谱拍卖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 瑞典拒绝华为等中企并没有正当的理由 在舆论面前 瑞典必然要顾及自身中立的形象 第二 在拒绝华为中兴之后 瑞典最大的通信运营商爱立信 遭到了国内市场的抵制 10月9日晚 中国联通公布2021年5G核心网项目 招标情况 爱立信不在中标候选人之中 相当于直接出局 实际上爱立信不仅仅是在此次的招标采集中失利 近来在国内运营商的招标采集中 爱立信的表现都不太理想 实际上爱立信深耕国内市场多年 早已经与移动 电信 联通 建立了深入的合作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国内近来的5G建设竞标中 华为中心能屡屡上榜 而爱立信却一标难求 屡屡陪跑呢 答案 不言而喻 爱立信公司高层甚至表示 不再指望预期中的中国5G招标合同能够中标 在瑞典宣布维持华为5G禁令之前 爱立信方面曾发出警告型预测 预计该公司在华5G市场份额将大幅缩水 部分原因和瑞典将中国供应商排除出本国5G网络建设之外有关 爱立信也通过发言人强调 法院的判决可能会对包括爱立信在内的瑞典企业和瑞典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爱立信在中国市场的遭遇 路透社专栏作家评论到 被锁在全球最大市场的门外 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据报道 今年第二季度 爱立信在中国的销售额 从一年前的40亿人民币下降至了11亿人民币 降幅达6成 这也导致其公司整体销售额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瑞典如果能公平地对待华为等中期 或可能给爱立信在国内市场换来转机 这对瑞典而言完全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 第三 随着5G的建设不断深入 多国对华为5G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根据新华社10月5日的消息 华为匈牙利子公司与当地物流公司 以及沃达峰匈牙利公司 共同签署了建设欧洲首个使用5G专用网络管理的 智慧铁路港协议 据了解这个项目用于内部通信和技术设备联网管理的 5G专用网络 将由沃达峰匈牙利公司和华为匈牙利子公司 共同建设 实际上也就是由华为提供相关设备 匈牙利方面也表示非常关注 基于5G技术的工业解决方案 今后将采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更多创新 而这方面正是华为的强项 也将是今后在欧洲以及其他海外市场的机会 10月8日 法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在伦敦举行的会上表态称 仍坚持使用华为设备 之前法国国家网络机构ANSSI通知无线运营商 它将只许可使用华为设备3到8年 一旦牌照过期 它将不会再延长 换句话说 法国电信运营商到2028年 必须从其网络中移除华为设备 但法国电信是跨国运营商 法国电信最新的表态可能是指 在法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使用华为设备 除了法国电信 法国另一大电信运营商SFR也力挺华为 该公司大股东德拉西在去年发声 对我来说华为是最优的 并表示华为的5G设备不是最便宜的 却是最优的 5G通信关系着一个国家未来十年的经济 科技发展高度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瑞典而言究竟是跟随老美的脚固重要 还是自身的发展重要 其实一目了然 总体来看华为的反击已经开始 瑞典如果能迷途之反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对待华为等中企 对它是百利而无一害 否则它必然要为歧视中企的行为 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瑞典不得不响应老美的号召 封禁华为的行为 实际上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瑞典为了给自己不名誉的行为 强行抹上正义的油彩 诬蔑华为的设备存在安全风险 甚至不惜摒弃自家的信誉和法律尊严 这就是失可忍孰不可忍了 华为不断上诉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 你可以将我赶出去 但绝不能无端地污蔑我 瑞典这么做了 华为如果没有吱声 在外人看来 不就坐实了华为在瑞典存在安全风险吗 华为较真的真正原因就在此 失去市场可以 但不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被栽赃陷害而离场 加害华为的国家和企业 许多曾经也是老美拳头下的受害者 然而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加害者 反倒被加害者利用 一起投入到攻击新的受害者行动中 难道华为也要走他们的老路吗 难道其他想要走向国际市场的中企 也要如此吗 不是的 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中企顶着 还有国家为其保驾护航 一句维护我们的海外利益 不是白喊的 华为在瑞典的遭遇 是其在全球遭受到的非法针对的缩影 一方面是因为它抢了欧美企业的生意 一方面也是老美对我们的来回试探 华为能够活下来 不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依靠的 是强大而有理有结的国家 华为不断上诉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而斗争 这是为了它自己 也是为了抵抗那些无耻诽谤 对我们的污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观看 看